加拿大联邦公共安全部长马首诺发表评论称,淡化自由车队抗议活动对于涡态化和国家安全严重影响的政治舆论是鲁莽及带有修正主义的。 马首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针对政府援引紧急状态法来回应车队抗议的公开言训,其重要性是向公众问责。 他警告说,有人似乎正在刻意将车队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而警方、联邦和市政府官员都将抗议描述为占领行动。 今年1月,加拿大政府因强制疫苗令激发了卡车司机的不满,一场耗11个多月的全国大游行爆发。 2月14日,特鲁多启用了紧急状态法,赋予联邦政府临时权利来应对抗议活动和交通风堵。 而在上周五,另一波代号为滚离行动的万人游行车队又开始了。滚离车队抗议活动旨在寻求恢复所有加拿大人的基本自由。 车队组织者沙德日前也对外公开表示,这次活动也是为遭当权者亵渎的国家战争纪念碑恢复尊严。 活动方表示,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努力与沃泰华警方和沃泰华的市政府合作,使活动参与者对沃泰华市民来说是安全的。 自上周五以来,已有10人被警方逮捕,其中几项指控与违反保释条件有关。 这些保释条件要求他们不再进入该市,而这些都源于2月自由车队的抗议活动。 有人因为涉嫌在阿尔金街袭击警察而被捕,也有人因违反2月份自由车队占据该市约3周的条件而被捕。 当局根据沃泰华福利,自上周五以来,已开出760亿张与示威有关的驳车罚单,并拖走39辆汽车,开出10张罚单。 马首诺对引发沃泰华占领和取消行动的意识形态感到担忧,认为已经出现极端主义。 他也指出,紧急法仅实施了10天便撤销,显示政府没有试图过分使用。 公开延训的报告将在10个月后提交,马首诺希望报告提出建议,令此例事件不再发生。 加拿大联邦公共安全部长马首诺发表评论说, 答法自由车队抗议活动对阿塔华和国家安全严重影响的政治言论是老妄及大有修正主义的。 马首诺接受媒体採访时表示, 根据政府引用的《近急状态法》来回应车队抗议的公开言讯, 其重要性是向公众文责, 他警告说,有人似乎正刻意地将车队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 而警方、联邦和市政官员都将抗议活动描写为占领行动。 今年1月,加拿大政府因强制疫苗激发了卡车司机的不满, 一场耗时一个几月的全国大游行爆发。 2月14日,杜鲁多引用了《近急状态法》, 赋予联邦政府临时的权利来应对抗议活动和交通的风度。 而在上周五,另一波代号为滚雷行动的猛人游行车队又开始了。 滚雷车队抗议活动旨在寻求恢复所有加拿大人的基本自由。 车队组织者沙德日前也对外公开表示, 这一场活动也是为遭当权者蝎毒的国家战争纪念碑恢复尊严。 活动方表示,他们至始至终都在努力和阿泰华警局和阿泰华市政府合作, 使活动参与者和阿泰华市民来说都是安全的。 自从上周五开始,已经有10人被警方逮捕其中几项控制和违反保释条款有关。 这些保释条件要求他们不再进入该市, 而且这些都是源于2月自由车队的抗议活动。 有人因为涉嫌不在埃尔金街袭击警察而被捕, 也有人因为违反2月份自由车队占领该市约3周的条件而被捕。 当局根据阿泰华的负例,自上周五开始以来已经开出761张示威者有关的泊车罚单, 并拖走39辆汽车,开出10张罚单。 马修罗对引发阿泰华占领和封锁行动的意识形态感到担忧, 认为已经出现极端主义。 他也指出紧急状态法只是实施了10天就撤销, 显示政府没有试图过分使用, 公开的科研报告将会在10月后递交, 马修罗希望报告提出建议, 令此事件不再发生。